一宗悲劇奪去兩條Yaman 拆散了兩個家庭 鑽石山河里活廣場兇案 亂缺行商場的方曉彤 和劉繼希不幸命喪刀下 巴士的步訪問了劉媽媽 她說當晚收到消息時 初時以為是詐騙 其後確認消息 馬上趕到聯合醫院 感到難以接受 劉媽媽說 劉希對下有一名獨初中的妹妹 姊妹程森 劉希原定在星期六 和家人一起慶祝妹妹的生日 可惜此情難在 她亦希望澄清坊間一些失實的消息 包括情殺等等 亦指 女女和另一死者方曉彤是好朋友 劉媽媽說 這些不實的消息 對家人造成很大 而且持續的傷害 令到她更加難受 目前亦好擔心妹妹 異常的情緒狀況 社署已經聯絡家人提供援助 對事件中 不少熱心人士曾經挺身相救 劉媽媽就非常之感激 她說這一刻未能夠一一道謝 上借今次的訪問 向她們說一聲多謝 劉媽媽亦說 目前會專注辦理女兒的身後事 亦希望大家不要再傳閱相關的影片 令到女兒可以得到安息 劉媽媽亦希望 社會各界能夠關注有情水病的人 英華有很多事都無法估計 不想再有悲劇發生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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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見